另外來看到美國舉辦的民主峰會 臺灣時間九號晚間 也就是在九點左右接幕了 那麼美國總統拜登在演講當中呼籲 與會的一百一十國合作 對抗民主衰退 好 拜登在剛剛登場的峰會 當中表示 這十年來 全球有半數的民主國家 都出現民主衰退的現象 就連美國也不例外 拜登認為全球社會應該為了法治 自由 人權挺身而出 同時他也在演講中提及 部分國家濫用監控設備侵害人權 不過他在演講當中 除了美國之外 並沒有指名任何的國家 而針對美國內政 拜登也在演講中預告 美國將推動相關法規 讓美國民眾更容易登記投票